各位同学我们现在要来看到第十一课的第一个部分的课文讲解 那第十一课我们要讨论的 或是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算是有点幽默的一个讲吧 它叫做egnobel 请同学注意到是egnobel 你不要念成egnoble 虽然好像很容易就念成egnoble 但是egnobel egnobel price 那这边的话说叫做the alternative 另类的 我们说alternative 选择的或者是呢 也只是说跟正规不太一样 另类的 alternative nobel prize having a meal is an easy and delightful process for most people however for a woodpecker it's not that simple 这边这个it的话呢 同学应该可以了解吧 这个it的话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前面提过做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这边指的是having a meal having a meal having a meal is not that simple for a woodpecker ok 那当然了 好 因为如果我们小时候有印象的话呢 呃 常常呢我们说那个 捉牧羊的话就是一直捉一直捉一直捉 把那个树里面的那个虫 然后把它抓出来这样 所以呢 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ok it's not that simple what does a woodpecker do to get its dinner well what it has to do is hit its head against a tree sorry dozens of times ok what it has to do is hit 好这边的话呢 我们课本里面曾经讲过啦 你可以说what 或者是all that 或者是the only thing that ok 他能做的 他必须做的 他唯一必须做的 ok 好那请从来注意到的就是呢 后面的话这个is后面 请你用to加上圆形 或者是呢 就直接用圆形 那我们曾经讲过说呢 以前的话是不能够加to 但是现在呢 可能也是因为别的啊 就是说一般的 比较一般用法的句子的一个习惯呢 就延伸过来 好所以呢 现在你加to也没有关系 但是无论如何 你那个动词一定要用圆形 好 不能够加ing ok 所以一定是to hit 或者是hit ok 好他说呢 hit its head against against的话 事实上指的就是说 你是那个 呃 像他这边的话敲 那然后呢 他的那个对象 就是说他那个打击的那个对象 ok 好是那个 那个门 所以呢会有个反作用力的感觉 所以我们会用against against a tree dozens of times ok 好 dozen 这个字的话呢 我们说当你如果前面加数字的时候 你说 two dozen eggs 你说十打的 ten dozen pencils ok 好这个就好像我们在讲 buy跟千是一样的 好你说three hundred dollars eight hundred dollars ok 或者是five thousand dollars 一样的ok 好但是如果你后面有一个of的时候呢 那我们当他说是什么 就不再是数字了吧 刚才前面那些都是数字的用法 那这边的话呢 就会变成的是名词的用法 所以我们会有dozens of ok 还有什么 还有hundreds of 还有thousands of ok 好那个时候的话我们都说呢 他是名词啊 所以要加s 然后就是说好几打 也就是说数十次 其实你不会说好几打 你就说数十次 ok 好他说yet amazingly it never suffers any ill effects ok 从来呢 没有呢 遭受过 好从来没有承受过呢 ill effects ok 这个ill的话这边当然指的是不好的 ok 好会让人不舒服的 好 当然你也可以用bad 如果呢用ill的话呢 听起来比较更好一点 ok 然后通常指的是说呢 不良的 ok 好 或者说令人不舒服的 effect like brain damage even though ok 这边请同意注意到啊 如果你后面是要加句子的话 你不要只有用even 你要用even though 即使 然后后面 it has to pack numerous times per day ok 好 因为我们说even though 或者是你如果看不同的情况 你也可能用even if 或是even when 好但是无论如何的话 你一定要有even if even when 或是even though 我们后面呢 才可以再接一个句子 ok 当作连接词片语来用 according to research it is the woodpecker's thick head bones that protected from the impact of the blows 好这边的话 同学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个吗 强调用法 分裂句 it is 就是 然后来that 有没有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把要强调的东西 拉到it is的后面 然后我们说呢 就是这个 woodpecker's thick head bones ok 就是他这个呢 很厚的这个头骨 that protect it from the impact of the blows 好protect from 这边只是在提醒一下同学啦 就是指说保护他让他不要 from这边的话有远离啊 脱离 但他不要呢 受到the impact of the blows blows的话呢 当我们说打拳的时候 打一拳 ok 或者是我们说一击 我们都叫做blow 那这边的话就是指说 他每次在那个 啄那个树的时候啊 一下一下的好像也是呢 对他的抖头啊 会有一击这样子 ok 他说Ford explaining that Ivan Schwab won a Nobel Prize for Ornithology 哇你看这样子也可以得一个奖 ok 好不过也许呢 如果真的好好的研究的话 也可以想想看说怎么样呢 让我们的头啊 ok 在遇到重疾的时候呢 看有什么保护 所以呢就不会受伤 因为呢 嗯 不话说回来啦 ok 也不可能把你的头来强化 大概也只有戴这个 戴安全帽是一个方法这样 那 比较好的安全帽应该要怎么做 也是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ok The Ig Nobel Prizes are organized by the 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 ok are organized 就是呢 organized 我们说组织啊 但是我们也有筹办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 这个奖 这个颁奖 颁奖 这个颁奖 颁奖 这样子的活动 是由这个 单位来安排的这样子 可以由它们来筹办的 by the 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 那你看这也很好笑 好 这些特别的 但是也 蛮有趣的啦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 ok 因為有時候你也不要太 什麼事情都一定要覺得說 這個一定要講的這樣子 超級偉大的樣子 那有時候其實換一個幽默的角度來看事情 也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然後他說呢 The 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 後面呢補充說明是什麼 An American Magazine That celebrates the funny side of science 好他說呢 告訴你說這個annals Anals的話我們說是年見 或是年報這樣 那其實它是一個 American Magazine That celebrates Celebrate之後我們說是慶祝 不過呢在這邊的話呢 當然我們不是說慶祝 我們會說呢是 來這個 特別推崇這個部分 或者是給予他一個禮讚 我們有時候比較 比較文言一點會怎麼講 to honor or to praise 給他的禮讚 特別來表彰這件事情 這樣子 也就是說科學啊 並不是永遠都是那麼的嚴肅 難以親近 而是有一些有趣味的地方 OK Each year ten winners are awarded prizes in honor of OK 好這邊 in honor of OK 那我剛才不是講說禮讚嗎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向他們致敬 in honor of what their achievements that first make people laugh and then make them think OK 好這個make當作實意動詞 後面加什麼 圓形動詞 然後這個呢我們提醒同學一下而已啦 most of the award winning research OK award winning research 因為我們這邊呢 為什麼你說用winning 因為呢如果你要把它變成 變成一個research 然後後面加關係代名詞 加形容字句 來形容它的話 你會說什麼 research that wins awards 對不對 那當你說research that wins awards 這個wins是主動的囉 OK 好那既然research它主動的 我們會這樣講 英文會這樣講 OK 這些research可以贏得獎項 所以我們把它變成 所謂的這種 複合形容詞的時候 我們要維持它這個主動的 這樣子的表達 所以會變成award winning OK 好這些能夠贏得獎項的這些研究 他說呢 and most of the award winning research like Schwab's may Schwab's 的話這邊當然就是代替 Schwab's research may seem unusual but it usually grabs people's attention indeed and no matter how ridiculous the research sounds people can find it inspiring and amusing OK find it inspiring 這個我們說這個find的用法 OK 好我們說find的後面的話 你說真偽 或者是發覺到什麼東西 是什麼狀態的時候 我們說find的是find 加上什麼 加上受詞 然後呢 加上受詞补語 好 好 那所以呢 find it 那件事情 那後面的受詞补語就是拿來形容它的 然後我們說呢 inspiring and amusing 是用來形容 it OK 好可以發現到說呢 這些research的話是非常的inspiring and amusing with these awards in mind with these awards in mind OK 我們說with something in mind 你也可以說considering these awards 好就是說呢 你呢 知道有這些東西 然後你順著這樣子的一個邏輯 OK 有這樣子的想法 用這樣子的想法去想 我們會說with什麼什麼東西 in mind OK 好 然後你接下來會怎麼樣呢 他說 那既然你知道說 這些講是這麼來的 那你呢 他說 你說說you might be more interested in Brian Wanzink's research He took home an Ig Nobel Prize for nutrition for looking into look into是課本上面的用法囉 課本上面有講叫做呢怎麼樣 叫做調查 叫做呢深入的去了解 the influence of visual factors on people's appetite influence on OK 這邊是名詞 我們曾經跟同學提過說 influence 如果你當個動詞的時候 你直接就說 比如說你說the words these words influence me a lot 那時候當作動詞 但是如果你是名詞的話 你就要說have influence on something 或者是influence on someone OK 你要用on the influence of visual factors 視覺的一個因素 OK on people's appetites he used specially designed bowls that refilled themselves OK 竟然是可以自己裝滿的了 refilled themselves refilled themselves with soup while people were eating since these people had no idea 因為他們真的不知道 OK they have no idea this was happening they just kept eating keep 你知道一直做什麼事情 keep後面加什麼 加呢 這個ing they just kept eating from these bottomless bowls 是真的 因為呢 好像沒有到見底的一天 they said they didn't feel full because their bowls were not empty yet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show that people in this experiment ate 73% more soup than normal 哇我的天啊 Owing to Owing to的話其實你也可以說because of because of these results 或者是due to 那Owing to的話是一個比較正式一點的說法 我們說Owing to 好要不然你也可以說什麼 你也可以說because of 由於 因為 後面記得是加名詞喔 One thing concluded that it's not people's stomachs that decide when they have eaten enough but their eyes 好那這邊我們又再度看到什麼 It is that 是這個什麼 那這邊的話是非常強調 因為他不但用了it is that 還用了什麼 還用了not but 所以這個真的是強調又強調 並非是這個東西 而是什麼什麼東西這樣子 OK 好 那這個是我們第一部分的講解到這裡囉 好 那我們待會再來進行第二部分 拜拜